中国大陆前天发射了卫星 我国的国防部发出了国家级的防空警报 当时全国的手机都发出了警示 但是国防部的中英文简讯内容 竟然是错把卫星当成了飞弹 引发了恐慌 总统蔡英文前天晚间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确认对岸在这件事件上没有政治企图之后 透过了总统府发言人向国人来做说明 经过了国安团队就各相关资讯总体分析 并且参着了国际各方的情资进行评估之后 研判可以排除政治企图 但是呢就连国际的天文学者都说 其实这一回我方真的是反应过度了 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到 其实这一回大陆发射卫星 当然呢我国的这个国防部发出了市警的警报 国民党之一了 其实去年中共飞弹飞越台湾上空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发布防空警报呢 好如今发射卫星就发警报 而且卫星发射五分钟之后就飞过台湾了 警报发出来的时候 火箭早就已经飞到很远的地方了 因此国民党也强调是支持国防的 也相信国防部的专业 但是呼吁呢 不要让国家级的简讯沦为选举操作 我国使务前例见 因为卫星经过大气层发空袭警报 国防部第一时间发的简讯英文是写 空袭警报 飞弹飞过台湾领空请注意 但事实却是大陆卫星经过领海上空的大气层 来一怒轰 这是政府借选发国家级诈骗简讯 国防部强调绝无受政治干扰 更无所谓戒选情势 讽刺的是国防部若真认为 有必要发空袭警报 看看警报狂想的第一时间 三军统帅蔡英文不但没带大家避难 还继续服选 她轻松抓抓头淡定微笑这么讲 话一说完还全场欢笑 似乎用行动打脸国防部 发空袭警报的背后 其实根本没危险 难道她早就知道空袭警报是假讯息 警报该出现吗 根据规定国家级警报有23种 其中要发空袭警报的状况 是飞弹落地 落海 截梯等 从头到尾都没有卫星 当初裴洛西来台后 中共发射四枚飞弹 穿越我国上空大气层 国防部隐瞒不报 如今选前一枚卫星 经过临海大气层 空袭警报狂想四次 要说没目的 谁相信 资料为什么要误判 谁下令要发布 监察军要查清楚 该下台的人要下台 2004年 陈水扁有两颗子弹的选举奥部 蔡英文总统任内 狼又来了 来了一颗飞弹的国家级选举奥部 网友调侃 卫星经过要发空袭警报 难道以后流星来了 你也发警报吗 总统府说对岸发射卫星 没有政治企图 全民纳闷 你在选前发空袭警报 连幻想究竟是为了什么 记得张钥子 林志玮S1组台北报道 好国防部9号这天 发布了国家级的警报 但是内容披头就写 中国发射了卫星飞越南部上空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时报 在今天的社论 有特别提到了 当时行政院长陈建仁 甚至宣布了中国设飞弹 但是最后真相却是大陆跟欧盟合作的太空观测 卫星升空 路径也没有触及我国的领空 因此社论当中就特别提到了 毫无疑问的所谓的空袭警报 根本是选情告急的芒果警报 国家级的警报现在变成国家级戒选 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蔡英文 必须为此次的假飞弹危机公开道歉 当然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中国大陆发射了卫星 先前有出动了军机跟军舰 还有空飘气球飞越台湾 因此现在美方也很紧张了 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就说 中国大陆的这些举动 让人好奇背后的意图 中国大陆的方式行专业 我认为这些行专业内预想 我们的观众好像是什么 这些故事的意思 你提到的故事的一样 对这个结果来到的帮助 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确实质疑这些重译 不關于什么 我的个所谓的该行专业 或者什么他们的预想 他们这些运行专业 这个重译 我们信信于台湾的 把消防问题提起 我们为了誉 我们想要立て 乐风协选 在大陸四川的文昌衛星发射基地9号 发射了一枚载友爱因斯坦探针 卫星的火箭 结果呢当时轰动了全台的民众 还有在台的外媒记者等等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根据大陆的央视 还有美国的航天网站的数据 发射探测卫星 其实对于大陆来说 似乎是蛮家常便饭的 光是在2023年 大陆就成功实施了 将近70次的航天发射任务 发射大约是200个航天器 大陆长号6号任务探测器 院底文昌卫星发射基地 预计在2024年上半年发射升空 将前往月球背面采样 返回地球 可以看到有12个模块 分布在这个卫星的外围 它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捕捉宇宙中 这样转瞬即逝的爆发现象 这颗9号下午 惊动全台民众外媒记者的卫星 主要用于探测宇宙爆发现象 事实上大陆发射卫星 用于科研并不罕见 可以说是稀松平常 11号还有两次火箭发射任务 分别是 利剑1号摇3运载火箭 将搭载5枚卫星升空 执行一键五星任务 以及引力1号运载火箭将在环海海上首次发射 除了预定发射任务 大陆近期一次发射 是5号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以一键四行的方式 将天目1号野星探测星座15-18送进轨道 同样用于大气环境探测 预计今年海津华发射108颗卫星 主要用于获取全球大气环境要素信息 大陆目前构有四座卫星发射中心 分别是九泉 太原 文昌以及西昌 九泉主要发射低轨卫星或是小微卫星 是解放军火箭军主要发射基地 太原则用于大陆固体火箭主要发射场 文昌则可以满足大型卫星以及载燃任务 是大陆唯一一座滨海发射场 至于西昌则用于发射一体火箭 四大发射场平均每周就会发射一枚火箭 明年我们中心将迎来更高密度的任务 挑战前所未有 实验挑战前所未有 根据美国航太网站数据 以全球范围来看 2023年美国一共发射108次 占据全球第一 大陆则以全年67次发射排名第二 俄罗斯则以15次位居第三 随着全球航太竞争激烈 大国显然加紧脚步 争抢泰国赛道 记得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还要来看到 其实发布了这个国家级的警报 竟然是把卫星写成了飞弹 整件事情进入第三天 包含到底是谁下令发布警报的 还有就是为什么先前发射卫星的时候 都没有发布警报 再包含了是 如果真的是偏离预设的路径 为何还能够如预期的 进入目的地的轨道呢 好 种种的疑问 民进党政府依旧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来告诉民众 包含了这个府院党也难以阻拦这颗乌龙飞弹 所带来的杀伤力 因此联合报的新闻也在今天 才会提到了一则国家警报 现在已经让执政团队全部都现行了 另外呢 时事评论谢涵炳也有说 他认为从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的淡定反应来看 很明显包含了总统还有维安人员 早就已经知道只是卫星了 因此他也很酸说 这根本就是国家级的催票系统 就是要制造恐慌 紧张还有操弄亡国感 尽可能多吹出一点选票 好 虽然整起事件看起来非常的荒腔走板 也很瞎喔 不过他认为 对于这个绿营死中的支持者来说 恐怕还真的很有效 实际上昨天不叫国家警报系统 那叫国家催票系统 基本上就是为了催票 就是为了要造成你的恐惧感 就要造成你 你看老共又来了 你昨天看蔡英文跟陈其迈那个样子就知道 他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他本来就应该要知道 为什么 因为国安汇报就会告诉他 对 你每天老共要发卫星 这个算是我们这个区域范围内 算是一个大事件 虽然不是什么军事上的危机 但总统是有必要知道 而且人家去年就公告 所以你知道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蔡英文为什么那么淡定 因为他本来就知道那是卫星 那问题来了 问题是陈其迈为什么也这么淡定 他旁边的随护为什么这么淡定 大家那一副好像跟我没事发生一样 正常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总统的随护 突然之间现场警报声大作 你就算是反射动作 你也会第一个剑步先到总统旁边吧 是 会采取一个想要保护他的动作 结果你看现场所有的随护 没有半个人有反应 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这时候有卫星要射 那这颗卫星可能会经过南部这边 所以呢 就特别配合来演这一出戏 那只是他可能跟 陈建仁跟吴钊燮没有打一声招呼 那你不觉得这两个人很火爆吗 陈建仁平常很讲中文的嘛 结果陈建仁第一眼看到的是英文 然后平常当时正在跟外国人讲话的吴钊燮 他看到中文 对因为陈建仁才会讲成越南嘛 这不是很奇怪吗 吴钊燮他正在讲英文的人 为什么他只看到中文 对他为什么没看到英文 这不是很怪吗 你不觉得一切都非常不可能 刚好颠倒过来 对 全校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一切都荒腔走板了 但是我必须讲 即使在我们看起来很瞎 即使大家都在笑 可是有一些民党的支持者 可能就因为这样被他激励起来 这次要出来投票 有 会 还是会有 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 太阳星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师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客废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